铁路部门派专人常年在沿线进行维护 但护兰的破坏情况让他们大伤脑筋 在广深沿线来说还是很普遍的 从我们的统计数字来说 去年前年这种损坏的口子修复口子就达到一千零六十多处 而且像这样子的就是仿佛修多次损坏 也就是仿佛损坏的像这种特点的还是比较突出 我们巡检维修投入了五十多个人不停的修 而且投入了大量的资金 但是还没办法根治这种乱开窃口 人为损坏的这种像象 这给我们铁路运输带来了相当严重的威胁 也给他们自身的人身安全造成了很大的威胁 那下一步呢我们就准备跟公安部门联手 采取一些扶植行动 还有一些突击的行动 看看能不能根本上杜绝这种人为损坏的这种现象 今年的4月9号一名12岁的小男孩在广深县石龙站附近穿越铁路时被列车撞碎头部当场死亡 当时小孩就躺在这个位置上 列车时间一发现马上进去刹车 刹车以后车头已经到了那边红绿灯那边了 这个车尾就对着小孩这里 当时我们赶过来的时候 这个小孩的脑袋已经被撞烂了 经过我们调查了解 这个小男孩叫欧冰元 12岁 是这附近小学三年级的蛇生 那为什么这个小孩偏偏要从这个地方过去呢 他这个小孩是今年是来第二次是来这里玩的 而前面就有一个行人寒道 这个寒冬可以通过的 但是他就来这里玩不走那边 所以造成这事故 小孩家奖事后烧了伤 事后呢他家奖就到车站 小船部门要求赔偿 但是我们就拿出铁路法和有关文件来 铁路法规定 凡因行人在铁路上坐卧行走或抢盗造成的伤亡事故责任自负 广东省的45号令中更明确指出 凡因钻月隔离护栏或从破口进入铁道而造成的伤亡事故 一切后果自负 同时规定 破坏隔离护栏者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维护铁路安全 维护路外人员的安全 这不是铁路一家能够办到的 需要得到全社会的支持 需要全社会帮助我们一起宣传铁路法 叫每一个人都要珍惜自己的生命 就在我们结束采访回到北京的这段时间 广深铁路又发生了多起伤亡事故 那么据统计在死伤者当中轻壮年占了绝大多数 我们深深的为这些不该失去的生命而感到惋惜 从事故发生的原因上我们可以看出 这些事故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问题的关键在于 只要人们真正的树立了安全意识 严格的遵守有关的法律法规 不去和火车抢盗 不随意在铁路上行走 那么车轮下的悲剧就完全可以避免 再次我们希望广深铁路上所发生的伤亡事故 能够再一次提醒人 江泽民 李鹏 乔石 李瑞环 朱镕基 刘华清等 党和国家领导人 与各界人士和来自五大洲的宾客一千余人 欢聚一堂 共度国庆佳节 招待会在熊庄的言论并没有任何违背事实的地方 并当即出示了相关的证据证明 双方各执一子展开了激烈的法庭辩论 对网上言论的事实认定和相关法律法规的思考 成为本案争论的焦点 据了解 网络名誉官司在江苏省虽然是第一例 但在国内已经发生过好几起类似的案件 以及各有关方面负责同时 到1994年底 我国城镇人均居住面积一达7.7平方米 提前一年实现了人均居住面积7.5平方米的85规划目标 从1991年到1995年上半年 我国城镇新建住房7亿8700万平方米 是七五期间的1.3倍 住宅建设平均增长速度达到17% 417万住房困难户在85期间解决了住房问题 成为住房解困成绩最显著的五年 全国有50%的居民住上了单元配套的住房 85时期我国城镇住宅建设持续蓬勃发展 是和这一时期中央加强宏观调控的措施分不开的 国家在坚决控制高档房屋建设的同时 把加快普通住宅建设作为房地产业发展的重点 调整投资结构实行政策倾斜 这一时期新建的解困解危住房 都得到了国家在计划规划用地拆迁和税费等方面的扶持 85期间我国住宅建设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 商品化率明显提高商品住宅投资已占总投资的43% 在国家单位继续作为住宅投资主体的基础上 个人投资住房比例已占到20% 通过住房制度改革全国城镇居民自有住房比重已经上升到了30% 人们在改善居住条件的同时更注重住宅的规划设计 功能质量环境条件和配套设施 85期间推进的城市住宅小区试点工作 91年实施的2000年小康住宅示范工程 都在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城市住宅环境上做出了可喜的成绩 我国城镇住宅建设正在走向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房地产综合开发 物业化管理的道路 85期间我国农村新建住房30亿平方米 人均居住面积达到了12.42平方米 我国农村的住房建设也从单纯的建房逐步的转向以小城镇建设为重点 统一规划合理安排有步骤发展的轨道 为了使每一户居民都拥有一套经济适用的住房 国家在鼓励多种形式建房的基础上于85末期正式实施安居工程 今年第一年中央和地方就筹集资金120亿元建房1000万平方米 以成本价卖给中低收入住房困难的家庭 计划用五年时间新建住房1亿5000万平方米 让更多的居民家庭在九五期间搬进行